UBL絕對可以晚安您好 各位觀眾歡迎透過我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來欣賞UBL大專棒球聯賽 我們在今天1月3號星期二帶來的第二場比賽 在晚間的6點鐘 展開的是由國立體大對上台灣體大的交手 那麼这是公開一集的副賽賽程 今天1月3號星期二地點 是在台中的台體大棒球場 由國立體大對上台灣體大 這場比賽即將正式來展開 那麼這場轉播公司為您邀請到的是 專業講評鄭凱英先生和我張揚 以確定未來辛苦的轉播團隊一同來為大家服務 這邊您好 張揚您好 各位球員朋友大家好 抓第一個球來出手攻擊 游擊後方 游擊手往後退沒有辦法接到 這球落地形成了安打 這球是沒有進到好球帶的 形成了四塊球保送 這球打得滿紮實的在右半邊落地平非安打 跑者現在通過三壘要衝本壘 回船過來來不及了 原本在一壘上跑者現在也繞過了三壘 也要回來撲進了本壘 這時候這次安打是帶有兩分的打點 而且打著自己的襯船是攻占到了得點圈 在一局下半比賽台灣體大 掀持得點拿下兩分 面對這顆變速球反向的攻擊打得相當的好 那右外一手林志光傳的時候 不是說徐柏惟手套被撞掉了 那形成了爆頭之後 反倒要傳回來沒有手套可以接球 這也算是蠻少發生的情況 這個球 撈成了中間方向穿越 這又是一支安打 跑者通過三壘又要回來了 這個球轉傳但是沒有接牢 跟打者做周旋的話會比較辛苦 出身球 這個內角的訴求打到打者手背上面 這球擠壓到游擊手撲下去沒有能夠攔下來 球穿了過去形成安打 一壘上跑者上三壘 打者高潔自己也上到壘包 變成了一三壘有跑者的局面 兩人出局 這球拉回來 在三壘之間又打穿了 又是一支帶有打點的安打 又是一支帶有打點的安打 跑者同樣又來到了三壘 這樣一三壘有人局面再次複製 又出現 然後台體大再攻下了一分 對 控球是蠻準的 這球投到中間的位置了 被打成一個中間方向的平飛安打 這顆球有點太甜了 出球 出球打在三壘之間 穿了出去形成安打 再點下去 點得不錯 三壘手出來 傳一壘 奧都 被釣中了 放這邊打裂了 中間方向打得比較前 落地安打 回強過來 這邊要抓打者 二壘這裡是safe 原本在壘包上兩位跑者也都是回到了本壘 國力體大一口氣 攻下兩分 第三棒的徐柏偉 這個棒子應該是有點打裂掉了 球飛行得沒有太遠 但是效果奇佳 在中外手的前面落地 這支安打 兩分打點 內角的訴求 邱智鵬是 投得算蠻到位的 已經讓打者受到了擠壓 可惜 落點比較巧妙 這裡有出局嗎 看起來是有一點機會 我好像沒有挑戰 棒子也是有點打裂了 游擊手大愛拉掉 二壘手在後面 也沒有辦法接起來 這個基本上游擊手的手臂失誤其實就已經沒有抓到出局數的機會了 射球在中線 又是一支穿越安打 要得分了 反而是這個半局有點一發不可收拾 國力體大再下一程追到了3比5 都是客場作戰 因為台體就是組長的他們的球場 都是客場作戰 因為台體就是組長的他們的球場 界內 這球界內形成安打 二壘安打 今天的比賽 台灣體大真的是橘橘都有攻勢 這球 這球 投手正面沒有籃到 穿了過去 形成安打 跑者在三壘這裡被擋下來 但打者 一壘這裡沒人 所以打者能夠回去 不然是有點跑過頭的 但是一壘沒有防守球員在那邊 所以比較容易落掉一壘上的跑者 並不是第一時間做一個衝刺 頭開一點 射球反方向 打得蠻扎實的 平肺安打 又帶有打點了 一口氣把壘包上 兩位跑者都送回來 這時候邱俊第三棒 中心棒刺邱俊見攻 安打 兩分打點 讓台灣體大變成了7比3領先 喔 恰布比 這個球打穿了三壘的防區 將會是一支二壘安打 咬得相當扎實 其實前一球就打得很不錯 四壘一球保送 哇 四壘一球保送 喔 要上來抓第一個球 打成了安打 跑者繞過三壘之後要推進 原本在一壘上跑者也上三壘 三壘這裡是safe 這次安打帶有打點 國力體大再追回了一分 追到了4比7 同時壘包上還有兩位的跑者 一上來就 設定了第一顆球做攻擊 雖然受到一點擠壓 但得到不錯的落點 那球也沒有打得這麼扎實 所以又外儀這邊就花了比較長的時間 才接到這一顆球 所以才能讓一壘上的跑者 徐柏偉來到三壘 哇 怎麼辦呢 如何是好 現在國力體大再攻佔到壘包 變成滿壘 擠成了滿壘了 抓第一個球 反方向打得滿深遠的 左愛手追到線邊附近 接殺出局 這顆球張凱還接得精彩 相當深遠的飛球 不過距離是夠遠了 三壘上的跑者回來 很靠近圍牆啊 這個接球是有一點危險 那盡量還是用滑接的方式會比較好 哇 哇 厲害耶 鐵枝啦 百分之百上禮率有繼續維持 點下去 投手正面 對 投手下球快傳壘壘 觸及成功 這球打得相當強勁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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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打 這球是不是彈到了外面區 還是卡在角落呢 壘壘的裁判 是已經只是一個場地的二壘安打了 打者已經上三壘了 那現在應該要退回去到二壘的位置 這三打帶有打點 台體大攻下的是第八分 這球砍到地上 中線的滾地球 游擊手接到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嗎 船船偏了 哇 哇 哇 要挑戰啊 好 改判了 再見挑戰成功 這場比賽的最後一個出局數 這場副賽呢 最終就是由台體大 他們中場是以8比5 三分的差距來擊敗了國力體大 那麼台灣體大在獲勝之後呢 在副賽的成績上升成為了三勝一敗 加入到領先集團 國力體大則是變成兩勝兩敗的成績 謝謝